一直以来支持我们NEXO的歌迷朋友们 然后非常感慨 在这个舞台上发生了很多事情 但是还是能够继续回到这个舞台上来 为大家表演我觉得非常荣幸 非常开心 好 谢谢 因为《月福音宝》就是 是一个非常奇妙的舞台 一般这个盛点拔的事呢 今天在新闻中心 我们《月福音宝》特别设计了两个奖项 是单独给你的 咱们稍微往前面站一点 第一个奖项在这分享一下 颁给张艺兴的是年度最受欢迎电影歌曲奖 在这里颁给张艺兴 对 这个蛮惊喜 你可以在这个方向发表讲一下 也是这个方向一个全新的工作的掌握 我都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 来 来 呃 其实张艺兴真的很爱音乐 很想把 我很想把我自己的歌给你们听 我做了好多歌 加油 不要哭 不要哭 张艺兴 加油 加油 我16年一定要出自己的个人专辑 我们等着 加油 不要哭 对不起 我不想 我在台上看到很多人因为音乐 拿到很多奖项 其实我想用我的音乐 去拿到奖项 我很开心 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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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哦 严度最受欢迎电影歌曲奖 我从来没有忘记和我是个歌手 我一定要 带领华语运他们进军全世界 加油 加油 没事的 真的 艺兴就是 很激动 因为能感觉到他非常在意音乐的部分 然后其实今天不是一个惊喜 今天俩惊喜 我特别害怕第二个惊喜给他 艺兴又急痛更哭了 那还是人人分享一下 同样的音乐婚帮给艺兴的第二个惊喜 是年度最受欢迎的新人奖 分享给张艺兴 两个惊喜的奖项送给你 新人奖 这个奖是这样的 我们在那个投票平台 粉丝投票 就是谁的粉丝疯狂投得多 这个奖就给予谁 你的粉丝真的太热烈了 拿着两个奖项 再给大家拍一些照片 好吧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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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